有不少人都想問科網估 我們介紹一下幾個科網估 其中的chartroom說戰神360留言 很厲害 聽到很厲害 戰神360 對 他說早安給你 早安 他就問9988 102元有貨可以在什麼位置走呢? 這個很難回答你 因為我自己覺得前陣子來計9988 我是不知道為什麼會升的 當然你回下來 可能是之前102買 或者回下來的時候買 相對上的位置 比最近的120元都低了很多 我建議你拿著 因為現在某個程度上 就是要看看市場的表現 科技股是一個beta trade 第二 要看看大家對科技股監管的疑慮 會不會有變化 第三 看看消息關於螞蟻 究竟是否真的可以上市 所以有三個變數 或者三個憧憬的話 我建議你繼續拿著 如果三個憧憬有事 第一角向好的話 其實 我想112 第一個位置 你看看這些位置 會不會考慮才只賺 因為 如果你不是特別看好 給阿迪 給阿里巴巴 102買 112買 10%都不少 但沒理由 你知道我不是太短線了 沒理由咬兩口價 102買 103就走 所以我比較中線 我覺得會定是112 如果當時的市場氣氛 真的很好 假設恆生指數又上回 212上面 我們就看回前個位置 都不會看到 120 我再一個位置 都是看116 所以 112、116 就會是我短至中的目標 大家知道 我最喜歡的未必是阿里巴巴 因為 始終政策不明朗 螞蟻前景不明朗 我看著這個 1216 就是我初步的目標